阿非得莫网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楼民国111年 2022年6月9号星期四 礼拜四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 我们谈教育 那希望在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所有的访谈的来宾谈的内容呢 对于对不管是你当父母亲的 当老师的或者是正在的 就学的孩子 能够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启发 因为在教育的现场也好 或者教育观念也好 其实这些年的变化 是非常非常快的 尤其随着一个网络时代的到来 我觉得许多的教育的理念 以及在一个网络时代的 数位原住民的孩子们 他们成长过程当中 他们如果你仍然用 传统的教育的方式 教育的理念去带他们 那不只可能会带错 那可能会头重脚轻 最重要是孩子们的接受度 可能也会降低很多 我自己作为家长 我觉得数位原住民跟我们这些 这些的LKK来讲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 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 好了今天我们来谈AI AI教育 AI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人工智慧 AI AI当然大家都 讲 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 都可以都可以讲一点 你总看过电影吗 总看过机器人吗 总看过很多的这些 人工智慧的应用 严格讲了 你现在的 现在的居家环境里面 其实已经有很多 人工智慧的应用了 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 好 但是AI呢 未来 除非它成为一个很具象的 就是在你家里面 随时在旁边陪伴你 serve你的那样的一个机器人 否则你对AI呢 仍然会有一些的距离感 可是其实它已经渗透到 你的生活 学习的许多的领域里面 AI呢 已经在你身边了 无所不在了 只是你知不知道 好 那如何 如何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知道就是说 AI已经无所不在 现在的年轻的世代呢 不只是数位的原住民 他们也是呢 也是AI AI时代 他们作为AI时代 来讲 那他们如何去学习 亲近理解AI 这本书 那这是呢 三彩文化 三color 这是三彩文化出版 作者呢 是蔡忠翰老师 他是呢 中央大学的 资讯工程系的教授 那蔡忠翰平常在干嘛呢 除了当志工信的教授之外 看起来 这个人 还颇有文采 不太像是我一些呢 念理工的同学 硬桥硬马的 好像念了理工之后呢 对于对于这些呢 对于这些文科啦 文学啦 写作啦 哲学这些东西 好像呢 就会就会变得比较深书一点 然后蔡忠翰刚好相反 好那这本书呢 写给中学生看的AI课 那作者呢 是蔡忠翰 AI生态系呢 需要文理兼具的未来人才 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呢 本人就就深受深受鼓舞啊 本人呃 作为一个一个文科生 好那作为作为这个呢 这之后呢 念念念念这个法政类科的学学生 那对于数理科来讲呢 在高中的高二的跟同学分道扬镳了之后呢 就很少很少在涉猎 但是呢蔡忠翰老师呢 他在在书里面呢 大家很多写序的人也都提到 在过去学校里面 尤其如果你是当学霸的 尤其你念的是一些顶尖的名校 你就会觉得呢 数理科跟跟文法商科的 就是说呢分流 一分流了之后呢 好像呢从从此呢 就在两个世界一样 但实际上面到了AI的时代 呃这些的数理呢 数理科呢 跟这些呢文法商科的这些呢 河流的时候呢 是不是又又到了 我过去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 现在现在的所谓的 所谓的新的教育理念的 所谓的素养 常常会谈到呢 STEM 这大家都耳熟能详 S呢是Sign T是Technology E是Engineering 那M呢是Mathematics 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呢 中间呢光是STEM呢是不够的 它必须是STEM 中间还要加上一个A 那个A呢是Art 你要有艺术感 你要有美感 你要有这种艺术跟美感的训练 否则呢STEM的这些呢 这些应用呢就变得硬桥硬码的 就失去了那种人的 人本的那样的感觉 好这些的道理啊 大家呢大概都能够讲得出来 不过实际的教学现场上面 如何让孩子感受到 这种呢文理兼具的重要性 嗯这个呢难度就很高了 那今天呢透过电话连线的请专家呢 为大家呢做导读这本的 写给中学生看的AI课 那作者呢中央大学资讯工程系的教授呢 蔡宗翰 蔡教授呢在我们的线上欢迎 呃香荣你好对我是蔡宗翰好 我在我在看了你的很多的很多帮你写 写序的人呢我都认识啊 那你平常也常常到到到到学校里面呢 去跟学生去演讲再在讲这个AI教育 为什么AI教育对你来讲好像特别重要 为什么 呃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大学端 我们在教这个学生的时候 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AI呢 他现在的教消学资源其实非常多 嗯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如果打定主意 我就知道学AI 那好多好多的影片 什么Andrew Inn啊什么李鸿逸啊 嗯好多影片可以看 可是学生他为什么就是不去看 嗯他为什么就是没有动力 那因为他没有问题要解决 嗯那他没有问题要解决 那这这就叫可能要再往下去追溯的原因 因为我曾经从因为我教的可能刚开始都是在 这个三年级上的同学 大三一上 那后来我就慢慢追溯大二大一 然后我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其实 不是说进到资工系没动力 而是说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没动力了 嗯 那所以那为什么没动力 因为大家的大家在高中时期的专注点都是在 可能我就像香榮哥讲的 讲的就是说我如果是选择离主 我就是focus在物理化学数学 对啊数理化 然后我如果是文科的 我就focus在这个国文英文 嗯那这些这些项目上面 所以大家就分流掉了 而且大家基本上 你的这个你生活上除了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你的成绩之外 这大概就是很很小一部分 所以这样的话当然是不会有什么动机 对对对对 好那我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啊 就是就学学生来讲他如何理解AI 就是AI到底是什么 如果上课的时候有学生这样问你 或者演讲时候的学生这样问你的时候呢 你怎么回答他们 AI就是我们试图用一个智能的机器 然后来替我们做一些事情 那所以重点是你要有事情想要做 你要有问题想要解决 如果你没有问题想要解决 那你怎么会想要用AI 你怎么会想要去学AI 那基本上就是跟好像之前 这种填鸭式教育一样 就是大家教你学维基分就学维基分 大家教你学英文就学英文 大家教你学什么就学什么 就是这样子 好但是毕竟要进到AI的领域里面 因为现在108课纲嘛 现在都在谈素养 我坦白讲到108课纲的时候 你光讲素养这两个字啊 对很多的老师啊 对很多的家长来讲 就开始有不安全感 就这东西很抽象 那对孩子来讲的也一样 那AI呢 AI毕竟是在一个网络时代 资讯时代的一个全新的应用 把过去科幻片里面的那种 那种可以理论上来讲 没有生命的机器 但是它却赋予一些呢 像是人工生命一样的能力 这件事情 那开始变成了变成实质生活当中 真实有接触的 这样一个生活经验 好 不过呢 现在呢 在高中以上的阶段 就是当我们都已经到108课纲了 那为什么我们的孩子 对于这种 就是说数理跟文科的分流 对于这种的AI的教育的认识 都还是这么的刻板 这么的肤浅 我觉得还是整体环境的问题 就是大家还是习惯 因为这我说实在 现在108课纲才第一届 那这个大家都还是在莫属 那包含整个环境的建制 什么都也都还没有很完整 那所以像我们必须要给孩子更多空间 就是我们不能让他当一个饲料机 我们必须要让他出去多看看 让他生活更多元这件事情 可能在家长甚至学生自己 还有老师自己 可能都必须要做一个调试 因为像向洋兄跟我们可能都是在 我们真的那时候 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念书 然后勉强能挤出一些时间 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在高中阶段现在孩子 他必须要开始改变自己 然后去做一些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样他才会有对AI的这种想象 他才知道说到底我要把哪一部分 变成是人工智能可以来帮助让效率更高 或者是让作品更好的 比如说像我们昨天看到的 有一个新的那种AI艺术创作的东西出来 就是说以前如果你要教 你如果要这个画图的话 那你得要就是可能要这个from scratch 就是从空白开始画 然后你得有一定的这个艺术造音 才能开始画 可是现在有那种AI算图技术 就是他已经可以 你只要打一些自然语言的句子 他就你只要打一些你想 比如说我想要这个阳光 然后我想要这个鸟 我想要有这个飞鸟什么的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图 然后你甚至还可以打说我要毕卡索 他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个毕卡索 式的这种风格式的这种抽象化 然后又有阳光又有飞鸟的这种AI算图 然后你就可以去基于这个算图去做修改 那你的层次马上就跳到一个 你艺术创造人员就马上跳到一个 等于说是科班出身的人的程度 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就可以感受到说 AI就是对我有用 所以这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像我个人是喜欢弹钢琴 但是我其他的管弦乐那些我是不会 那些打击乐器不会 那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就是 我弹钢琴 然后我就是把这个用AI把那个打击乐分离出来 然后跟我自己弹的钢琴合在一起 再用AI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变成是一个这个我跟管弦乐团 我跟这个打击乐器一起来演奏一个场面 那我自己就觉得很开心 这是一个你要有一个动机 然后你就会发起 你就会对某种AI的技术产生好奇 然后就会想要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动机是最重要的 当然在一个AI的时代 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可能要意识到 它使你的可能性变强大了 而且而且强大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很多在唐强龙的这个世代的 或者在蔡宗翰还是比我年轻很多 在蔡宗翰的世代 你即使能够想得到你但是都做不到的事情 在个AI的时代可能做得到了 那很多你以为你根本呢 根本呢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呢 现在呢也可以想得到了 所以AI的AI让人的可能性 让人的potential呢 本来的一些不容易看到的潜力呢 都能够被看到 让你的可能性呢变宽广 这件事情已经存在 但重点是你到底认不认识AI 很多人可能听到AI都觉得 还是把它当作学校里面的一个学科 一个学门 或者呢觉得他需要有一个 很强大的理工科的背景 因为毕竟呢蔡宗翰呢是资工系 资工系现在在呢 所有的大学里面 大概都是数一数二的顶尖科系 大概都会觉得 好那这个必须要很聪明的人 或者是很有理工科背景的人 那同时呢将来呢 是一个是一个是个就位 就就业之后的一个选项 比较少意识到就 AI其实在你生活 在你未来的全面性的学习生活 甚至在你的生命经营当中来讲呢 他可能都是呢 无所不在的一个辅助 好但是呢要如何去认识AI啊 讲到AI的时候不会怕 来我要进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 在我们线上的中央大学呢 资讯工程系的教授呢 蔡宗翰也是这本书的作者 写给中学生看的AI课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访问蔡宗翰 阿菲特莫王菲特早餐 我是丹亚龙 家里面现在如果有 有这种国高中以下的孩子 大概都要有个概念 就是 很多的父母亲啦 包括我自己在内 大概都会遭遇到一个困扰 现在的 现在世代之间的矛盾跟冲突 很多呢都在于 就是说资讯产品啊 这些手持装置啊 网络的使用上面 他几乎成为 成为家里面的 亲子冲突当中很核心的部分 孩子们就会觉得这个东西 就像是空气一样 阳光水一样 应该是很自然的 那不应该呢 拿来当作是一个管制品 可是呢 父母亲呢 就很担心说 以前我们没有这东西 我们不是学的比较好 我们不是比较专心 我们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呢 在这些 在这些消耗眼力的 这些平板上面 不会花很多时间去玩干 那为什么现在呢 跟家里面的人的沟通呢 反而少了 但是呢 你所有的朋友呢 都是在你的这个 就是说呢 手机啊 电脑 平板上上头 好 这个呢 都会在世代之间呢 表示有一些很基本的差异 也表示呢 对于一个数位时代的 到来的心理的准备 其实呢 认知上面的落差是很大的 AI呢 也是其中的一环 但是AI可能是呢 更抽象一点 那今天透过电话连线呢 访问呢 中央大学资讯工程系的 教授蔡宗翰 好 那当然从这本书开始了 这本书三彩文化出版 蔡宗翰写的 写给中学生看的AI课 AI生态系呢 需要文理兼具的未来人才 当你看到文理兼具的时候呢 你可能你会觉得 那我文科生得到了鼓舞 因为过去你会觉得 AI呢 是属于理科的范围 好 是他可能有他的音乐的音乐素养 跟他的兴趣 他可能也有一定的文采 跟他的写作的能力 但我说这很少吧 我也承认很少 因为这是过去的教育现场的暗示 就是如果你念理工科的那些东西 你都可以把它放掉 甚至于呢 体育音乐绘画 你都可以放掉 都不用 你将来呢 就是靠你的理工科 你念电机 你念 你或者念医科 或者你念资讯工工程 你念什么总言之 你将来呢 就是成为一个专业的 科技新贵 科技人才就好了 但是在AI的时代呢 可能并不是 但事实上 要如何教孩子这些事情 那个难度很高 好 我请教蔡宗翰 就当你把 把你的这套的想法 跟孩子讲的时候 孩子们听得懂吗 比如说你在当一个大学老师 你跟他说呢 这个你们 你们算是念理工的 可是你们要 你们要文理兼具 他们对于你的讲法会买单吗 基本上我对 我跟他们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跟一个大学生 谈他专题要做什么的时候 我其实都是会先想办法 剥掉他一个古装的外衣 他可能来的时候 他都会说他要做机器学习的算法 但是我就会去跟他聊天 然后去发现说他真的热情到底是什么 像就算是他的热情是打游戏 然后听起来好像觉得这个是会影响客业的 但其实游戏里面 现在其实游戏里面是一个社交空间 我们常常讲元宇宙 那像比如说游戏里面有些人物 像以前我们在打电动的时候 可能人物都是固定的 每次打第一关就是会有哪些怪兽出来 然后把那些魔王打死就好了 可是像现在因为那些里面的人物 他都是可以用AI去让他有变化 他这个人物在游戏的空间里面 他随着跟不同玩家的互动 他就会产生变化 他甚至会去模仿某个玩家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 我们就可以导引说 那你要不要去研发这方面的AI 那你就会可以让这游戏变得更有趣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就会很有热情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 那像如果是有些同学 像我最近有带一位同学 他是想要做这种 像《水浒传》这种小说的分析 我发现他有这种文青的写意这样子 好那我就立刻跟他说 你这个你想做的问题 你不需要有很多助理去帮你爬出那些 那些《水浒传》里面的所有的句子跟人名 或谁说的话 这个富人到底是谁 我们用AI技术全部都可以把这些抓出来 那你就可以不需要助理 你一个人跟你的AI 你们两个就把这些 你人跟机器合起来把这件事情搞定 那这就是我在解问题的精神 像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历史 我在选大学志愿的时候 我还真的蛮想去填历史 你在当时像你这样的背景 跟你这种兴趣比较广泛的理科的自由生 你在选科系的时候 你不会很痛苦很挣扎吗 事实上我当时也有医学院可以选 然后我有职工可以选 我练电脂 然后我有这种文科的 可是我后来当时是 我算是比较听话的 当然 就是那个师长说 可能这个练历史系 可能会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只好含泪春夏 但是其实我每天都还是继续花很多时间在看 看一些文实的东西 所以你还是迁就现实啊 对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说 因为我选择了职工 然后我后来又躲AI 所以当我这个 当我比如说我是做自然源处理 就让电脑去理解 人说的话跟人写的文字 这个技术 这个专业我build起来以后 我再回头去解决 我自己有兴趣的历史问题 那就变成相得益彰 就是说像以前对唐使很熟悉 应该知道说唐使专家是陈寗雀 那陈寗雀他看这个唐使公无望 看到眼睛都瞎掉了 然后他发现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的人呢 我不需要当陈寗雀 我叫AI先去帮我读一些重要的东西 研发里面的重要的事情找出来 我问你像你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志工系的教授 不会很寂寞吗 我问你讲成隐缺 能听得懂你讲这三个字的人 大概都不多吧 不过我也蛮多这个文史界的朋友 所以还好还好 我会平衡我自己的生活 对 好那当然这个是你的兴趣 但大家会说那是因为你蔡宗汉本来就是很自忧啊 所以你既可以把你的理科念好 同时你在文科在音乐在艺术上面 你还是有很广泛的涉猎 并不是没有这种人 当然有个这种人是很少数啊 但是当你今天要把他期待于 就是说每一个国高中的孩子都能够文理兼具的时候 那会不会太强人所难 又不是每个人都是蔡宗汉 我觉得这个小龙兄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就是说其实我现在观察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孩子 其实他们都是相对之前来说 都是蛮多态多艺的 可是他们可能都只是压抑住 他们其实有的人是小文青 有的是小画家 反正都有暗藏的心理都有暗藏一个 跟你看跟父母亲眼中看到不一样的那个他 只是说他可能 所以限于这个升学的气氛 他都不太敢讲 那只要你可以把他这种 这种长的心理长的 这叫小恶魔 小天使把他挖出来 那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孩子 其实现在文理兼具的程度都是比 以之前的世代要来的丰富的 他们的灵魂其实都是蛮丰富的 像我们资工医现在很多同学都很会画画 我都以为他们是宅男宅女 但是他们其实都画画画的都非常棒 但是可能都是 因为可能就是我都有加他们IG 所以有时候会看到他们PO一些作品出来 然后所以才观察 我原来这个同学很会画 所以像我最近也学会电汇 就是因为我跟我学生学的 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教书还不错 就是可以跟同学们交流这样子 对对对 好 当然孩子们的这种的多才多艺 现在的斜杠的机会比较多 因为他们的工具也比较多了 他们所接触到的世界 跟像我这个世代来讲的 那个时候的学习环境差别真的非常大 某些方面来讲 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其实也承受更多的压力 选择上面也变得更困难 不过我们就专注谈AI这件事情 如果说如果像您刚刚提到的 文理兼具的这种孩子 对于AI教育 AI世代至关重要 那在教学现场上面该做些什么 因为孩子是被动的 虽然他们的环境里面的资讯网路 AI都已经普遍的成为他们生活当中 有知觉或者没有知觉的一部分 可是在教学当中来讲 该如何去成就一个 AI世代的多元需要 比如说我们在教AI的概念 或者教AI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找一些 具体有文理兼具需求的一些例子 给他们看 那我们不能直接去切入到演算法部分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我提到八个领域 其实都是需要有人文精神 比如说你做照护 然后你做自驾车 自驾车当然我们知道说它现在技术进步很快 但是问题是像自驾车 它就有牵涉到很多人的因素 像这个如果说后面 就像很著名 就是说如果前面有人 然后后面有车要撞上来 那你要做什么选择之类 那这个责任应该归属到谁 那这都是牵涉到人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讲解这些案例的时候 其实都要跟他们提示这个事情 那还有就是说像这个 我们做聊天机器人 我们可以实作聊天机器人 但是我们可以示范说 假设你纯粹从工程上的考量 那你做出来的聊天机器人 是怎么样的一个聊天机器人 是一个完全没有温度 只能回答问题的聊天机器人 可是如果你加入人文的考量 就是你会去跟你聊天的对象 做一些闲聊 做一些交朋友 做一些陪伴的动作 那说不定你可以让你这个聊天机器人 得到的满意度更高 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设计 聊天机器人这个实作里面去 让他们体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从一些教学的细节里面 那找一些适当案例 让他们去了解文理合一的重要 对 好但是文理合一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就说的学校里面的教育训练里面来讲 要寻求文武合一 寻求理工跟文科兼具 呃在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呢 教育体系的思考的时候呢 在分科在在教学现场的时候 他能不能让孩子呢就很自然的融合到这种文理兼具的环境里面 而不是呢他去上上数理化 然后呢上上上上国音社 然后上完了之后呢他自己觉得这个都很重要 然后我把融合在一起如果到后端呢要诉诉于的孩子们呢 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调和融合 那个呢难度呢就很高了 而是在教育的现场的时候的布置跟课程的安排的时候呢 就必须呢是融合的 好在我们线线上的呢是蔡宗翰老师 中央大学的资讯工程系的教授 好那这本书呢蔡宗翰写的三彩文化出版呢 针对108课纲的科技素养 希望能够达到超前部署的效果 所以他的书名很简单给给中学生看的 如果你是国高中生或者家里有国高中生的家长们呢 可以呢拿来看一看 因为这对于你接下去的在学校里面的学习的态度 跟跟自我的就是说呢 总体的素养的培养 那这个观念的是很重要的 AI生态系呢需要文理兼具的未来人才 未来人才可能都需要 但是你第一个你有意识到吗 第二个你办得到吗 进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访问蔡宗翰 好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男嘉隆 今天星期四的时间我们谈教育 我在我线上的是蔡宗翰教授 他是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呢在中立 在中立的郊区 那国立中央大学的资讯工程系的教授呢 蔡宗翰 他写了这本书 因为他平常也常常到学校里面呢 去跟孩子们呢去演讲 去去去分享也去灌注他们一些 在资讯时代的 就是说中学教育 那应该要注意到的事情 让孩子们呢 不会太学到一些太刻板 太僵硬的这些课程上面 不可避免的这种硬性分割的 这些的知识 而在知识上面 能够有更普遍的融合性 能够让自己呢 在本职学能上面 他有更好的调和 文理兼具 而不是文科就文科 理科就理科 念医科的 好像呢 跟念文科的 念资工的 跟跟念 跟念生物的 或者念资工的 跟念这个艺术的 好像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布 在个AI的时代里面 他可能是一个 是个综合性的能力 好 写给中学生看的 AI课 AI生态系 需要文理兼具的 未来人才作者是 蔡宗翰 苏达自己找来看 那我去透过电话 连线的访问蔡宗翰 如果说要让孩子们 或者说在我们节目听众来讲 能够更能够理解 蔡宗翰刚刚讲的 文理兼具 就算我努力的去培养 这种文理兼具的能力 在实际的 就是说AI的应用 应用上面 有哪一些的应用 是可以证明 这种文理兼具 它确实是需要的 比如说 像我这本书里面 有提到八种AI的应用 其实都是 我觉得其实大部分 都是算是文理兼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收到很多健康的消息 然后我们不知道 它到底是真的还假如 每天吃一根香蕉 然后可以多活几年这种的 事实上这个就是 你必须要有新闻记者的素养 你必须要了解新闻 它产生的方式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 以AI辨识并且查核 新闻真假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是像我书里面有提到两种叫做文本分类法 就是单纯就是把训练一个AI模型 它把这个信息当做黑箱 它把这个模型当黑箱子 然后你就喂给它一大堆真的讯息跟假的讯息 让它去训练 然后去分类 那这样的结果可能就是有点工程师的解法 它就不是非常好 因为它并没有把新闻 就是一般新闻记者在查证的这种逻辑把它放进去 可是像第二种我提到的是事实查核法 它就是因为把新闻记者去查证事实的逻辑把它融进去 所以事实证明说第二种方法会比我前面讲的第一种 工程师的解法来得出色 那像这个AI用于这个协助照护方面的 就是其实也是要兼顾到每种被照护者他需要什么样的AI 那比如说我在这本书里面举的是这个 引法族 而且他是可能在这个老人院引法族 那事实上这个在部署这个照护机器人 就是有一个机器人他是专门在这个老人院里面的 他们也发现说这个机器人是要设计的越向人越好 就是他外型就你外型有很多选择 你如果是工程师的想法 也许就是我就放个机器人在那边就好了 反正不管他怎样 就是只要有机器人就好了 可是如果说你让人文思考的话 你就是会去先做个调查 机器人就是老人家对这个引法族 对怎么样机器人怎么样外型机器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今天照护的对象是小朋友 那你小朋友他对机器人外型是应该比较prefer怎么样的 那还有就是他们互动形式应该是怎么样 这个都是需要去跨领域 然后把人文的因素考虑进去 那所以这个有很多 那像这个你AI用在这个人文研究方面的 就是我刚刚也有提到一些 那就是像你就可以去对这个历史做研究 然后对我们一些小说做研究 那这些都是需要把两个部分合进来 然后像这个AI像最近就是去年 就是贝多芬250周年 然后这个波王管轩乐团就做了 贝多芬第十号交响曲 那他这个如果是用AI单纯去产生交响曲是不可能 他也是需要有人类专家的合作 那人类AI可以等于说产生很多 他根据贝多芬的产稿 他可以产生很多可能的 这个一小段一小段音乐 可是还是需要人类专家去选择 然后才会知道说那怎么样融起来 才是最像一个贝多芬的地十号 贝多芬的作品这样 所以这样一再一再的例子都告诉你说 不管哪一种AI的应用 因为它是技术的应用 所以它应用在哪一个领域 它就要跨到哪一个领域 现在也越来越多谈到AI在法律上面应用 甚至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可能律师他只需要一些AI助理 他不需要再请一大堆人力的助理 再帮他整理治疗 难道不会吗 难道不会到这一步吗 这一步可能已经不远了 我可以这样说 那种比较 tedious的工作 可能AI都可以帮你解掉 那人只要去做最critical的判断 那就可以了 对对对 当然大家会担心的是说 人现在相对而言在比较一些复杂的 或者说是比较严肃的判断上面 那人仍然掌握着主动权主导权 但是一些比较就是说技术性 或者脑力密集程度 不是这么高的东西 AI都已经可以帮你处理得很好了 就像我们在新闻工作上面 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稿件 像是彭博社 他大概已经有30%左右的稿件 都是AI发的 都已经不是记者在发稿了 反正只要基本的套路 反正每天的这些财经数字的数字 进来了之后 他就有一些的基本的套路 自动就组合成一些文字 文字完成了之后 简单看一看就发出去了 这种对一般对读者来讲 是无法辨识的 反正你要的东西 其实就是里面的一些 精确的数字而已 不涉及到分析的部分 当我们意识到 AI在我们周围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的时候 当然也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会觉得有一天 有没有可能 可能并不是什么 什么文理合一的AI人才 而是有一天 甚至于会不会是 AI根本就是取代了 取代了人类 取代了我 人跟AI之间的差距 越来越小 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 越来越没有把握 我是不是AI的对手 就像你的下围棋 现在我都开玩笑 讲未来的这种的 围棋 这种跟智力有关的比赛 他应该分两组 分AI组跟非AI组 自然人组跟AI组 因为自然人接下去 可能永远都不会是 AI的对手 你要比AI 就让AI自己去比就好了 你拿人比AI的时代 可能都已经过了 这样的时代难道 难道不会到吗 AI本身它未来的自主性 都已经超过了 我们今天对于所谓的 什么叫AI人才的想象 好的 我觉得AI 它能够胜任的部分 还是比较局限在 有限的规则 可能是有个有限规则的下面 比如说我们每年都可以看到 Toyota 他推出机器人是可以投三分球 那他投三分球 投得比Steven Curry还准 可是你叫Toyota那支机器人 上去打NBA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可以把单一的事情做好 而且这个战场有限 这个复杂度有限 他可以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准 那他可以辨识这个像我们最近 因为我是在交易部负责 大专校园AI竞赛的 我们前天做那个农地作物辨识竞赛 第一名要第一名的准确率是99.5 就是农地上面作物有总共有14 14类他分到99.5这么准 这个有的根本人都看不出来 他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AI目前还可以说他还是在这个弱AI的程度 所以大家我是觉得不用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我们这个整个人类 目前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人类在驱动的 人类那个价值是人类去赋予的 所以人永远会有喜欢上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就是每次改变一次 那这个AI所有的模型都要再从头来 所以基本上是人拉着AI走 不是AI拉着人走 所以人只要保有自我 然后保有自己对世界欣赏的能力 保有自己对世界创造的能力 我觉得是不用担心被AI所取代的 好 这还是以现在的AI的发展的水平 人还有几分的自信 还有几分的底气 虽然蔡宗翰是专家 可是我自己真的就觉得 那是就现在AI发展的水平 AI本身的就是说 他的人工智慧 他会不会自我进化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在一个人类可控的范围 所以人类面对AI还有几分的自信 可是你作为专家 你不觉得AI的自我进化 未来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而且会超乎人类掌握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门槛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 人跟神之间的这种距离 没错 动物跟人之间的距离 因为我自己做演算法 所以我书里面有讲 就是有这个监督式学习 非监督式学习 还有强化式学习 那基本上人类掌握比较好 还前面提到这些做的好 什么不管是自家车什么 就是大概就是第一类 这个监督式学习 那另外两类就是比较有创造 跟变化性的 其实都还是不太那么OK 这样子 像我们叫AI去写诗 那AI写诗 我们可以发现说千篇一律 就是他可能就是从全堂诗里面 一万首里面去重新做一个排列组合 然后产生一条新的诗 他没有带有现代的意境 所以那天 机器学习大神也有说 就是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他看过的影片 就可能超过一个AI机器 看过影片 不知道一个数量级的倍数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个是有大家接触到 可能是比较多是科幻影片的部分 他会把AI的可怕跟potential讲出来 可是至少我觉得在有生之年 人类要跨到 人类要研的技术上 能够跨过这个很大门槛 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 好 当然在现阶段来讲 有一些不管是焦虑也好 担心也好 或者想象也好 人类将来在你的生活当中来讲 跟AI无时无刻的并存 虽然在好莱坞电影里面 会不会 我在想了 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谈过 早晚有一天会有人去主张 已经不是什么同性恋婚姻的问题 而是我要跟AI结婚 我要跟某个机器人结婚 他才是我的真爱 他才是最懂我的 他才是真正可以陪伴我的 他才是对我最忠诚的 如果以我们对一个婚姻的 经常挂在嘴巴上面的标准来讲 AI可能比你选择的任何的配偶更符合 将来这种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不过在这些事情 还没有普遍发生以前的时候 先让孩子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 能够认识AI 认识自己是一个AI的世代 成为一个AI世代的时候 你在学校里面的学习的态度 跟所有的分科分流 可能就要开始做改变 这才是这本书要讲的重点 好那书大家自己找来看 这本写给中学生看的AI课 AI生态系需要文理兼具的未来人才 作者是中央大学的资讯功能系的教授 蔡宗翰 蔡老师 感谢宗翰 谢谢 好书大家自己找 这是三彩文化出版 来我们要进广告 广告回头最后新闻